金融姊妹平台 金融姊妹平台 時間還沒到 可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來就 這有聲音嗎 沒有聲音 這應該也是沒聲音 有嗎這樣有聲音嗎 好沒問題 沒聲音還是可以的 就是我們來的話就先預備我們的靈 對所以 我們可能就先來呼求主名一分鐘 我上次算過一分鐘大概是呼求十二聲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先呼求主名十二聲 好我們一起來預備 O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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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上同聲的歌頌 你和聖別 你和超白 佩得永遠的尊崇 妹妹 那我們就請前來幫我們起樂音 我們第一次好了 神父我們向你下拜 獻上同聲的歌手 你和聖別 你和超白 佩得永遠的尊崇 親愛父神 你心是愛 你的作為是公義 但你心情前世身邊 使我有份你自己 你借著基督保鞋 使我永遠成聖結 你借著你的真理 使我全能被分別 你借著你的生命 將我身邊歸於你 教我完全得已成聖 全能靈魂 問於身體 借著你恩我已得到 基督神界的生命 因此使我各已有份 你那身邊的心情 將來在那深層之中 將來在那深層之中 完全永遠有份 你身邊 永遠要做結封建成 你是如何的神界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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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兩兩跟隔壁的 早一節來那個 導讀 Amen 那我們大概導讀一分鐘 那待會我們唱第二次的時候呢 就是你有導讀的那一節 就站起來唱 Amen 然後最後第六節呢 我們全部人一起站起來唱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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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主耶穌 你們就擋了這段時間 Amen 事主要主耶穌 Amen 你借著基督的保學 Amen 使我永遠成聖結 Amen 你也借著你的真理 Amen 使我全人被分別 Amen 事主要讚美你 Amen 你也借著你的真理 Amen 使我全人被分別 Amen 是 你借著基督的保學 Amen 使我永遠成聖結 Amen 也借著你的真理 Amen 使我全人被分別 Amen 是 主要你的保學和其寶貴 Amen 使我永遠成聖結 Amen 你也借著你的真理 Amen 使我全人被分別 Amen 是 使我全人被分別 Amen 還是借著基督的保學 Amen 大美女 Amen 感謝主 Amen 是 好 幹嘛要再唱一次 對 那有聲音嗎 對 可以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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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 好 請 聖父我們向你下拜 獻上同身體的手 你和身邊 你和朝凡 赔得永远的尊崇 心爱不生你心事爱 你的作为是同意 但你心情全是神灵 使我有份你自己 你借着基督宝学 使我永远曾生结 你也借着你的胜利 使我全能被分别 你曾借着你的胜利 将我顺别归于你 叫我完全得已成生 全能灵魂的身体 借着你恩我已得到 神主圣结的生命 因此使我得已有份你那身别的心情 将来在那深层之中 完全有份你身别 永远要做几风见证 你是如何的神结 第二节再次 将来在那深层之中 完全有份你身别 永远要做几风见证 你是如何的神结 你们感谢主 请坐 那现在要考试吗 那要考试的弟兄姊妹 请到前面来准备 那我们再把五六节再唱一次 在那深层之中 万全有份你身结 永远要做几风见证 你是如何的神结 好 吃不仅是我们接受食物 更是将食物接受到我们里面 食物一旦接受到我们里面 就成为我们里面的构成成分 就是我们里面的所事和构成 生命树是三一神经理发生在基督里 以食物的形态来做人的生命 神创造人把人摆在生命树根前 就是要人借着生机的吃他 并且亲自的代谢的吸收他 好做人的生命 好救助神做人的生命 使神能够成为人里面的所事和构成成分 感谢主 我来分享第二终点 吃主言习上的饼表真将主接受进来 并且消化吸收他 使他对我们成为生命 所以我们要消化要接受进来 借着消化吸收他 使他成为我们的生命 那吃主言习上的这个饼呢 他指明主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 然后成为我们的供应 然后这饼成为我们 所以我们食物他就成为我们 而我们就跟这个饼就成为一 所以这个饼 我们不只要与我们所吃所消化 并吸收的食物要有生机的连结 更要我们所吸收到里面做食物的调和 所以这里有说到吃消化与吸收食物 这食物与我们这个人是要产生内在的调和 这吸收也包含一种成了 因为我们所吸收的食物成了我们的一部分 感谢主 资约师是得胜的毕竭 成为得胜的唯一的路乃是资约师 地位第十一章收到死亡是连以饮食的 这指明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吃乃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 所以我们要天天出食和食享受食 因为出食也是吃我们生命的路 感谢主赞美主 第二大典立位记十一章 与死亡非常有关 所以我们需要借着吃得生命而胜过死亡 第一重点说死是神所恨悟的 在神的眼中死亡是丑恶的 生命是宝贵的 所以罗马书5章17节说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做了王 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意恩赐的 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 第二大典说在伊甸园开始神与撒旦之间的争执 一直都是在死亡与生命这个问题上 零前15章54节说 几时这必朽快的穿上不朽快 这必死的穿上不食 今上所记死被吞灭 而至成得胜的话就应验了 第三重点根据圣经 使比罪更玷污人更可证 所以借着俗千记一切的罪都可立即得赦免 但是还处着动物尸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所以说我们向神认罪之后 我们的罪立即蒙神赦免 但我们要从属灵死亡的玷污得洁净 却需要一段时间 主啊我们如果有犯错 我们可以向主认罪 罪就能够得赦免 我们就能够蒙洁净 阿们 所以约翰一书九节说我们诺论自己的罪 神是信死的 祂就必赦免我们的罪 但明书记说 附着人的死尸必不洁净七天 所以但我们属灵死亡的玷污要得洁净 必要需要一段的时间 所以第四个点死尸极大的能力 除了神以外死尸宇宙中最大的能力 所以西伯来书说 神的儿女既有奉于血肉之体 照样主也有奉于这血肉之体 他要借着死 废除了那长死权的 也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受挟制奴役的人 对 对 主委照样有奉于血肉之体 为要借着死 匯除了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对 我们知道死和魔鬼是相关联 是合伙的 鬼啊 这个魔鬼既是神的仇敌 死也就是神的仇敌 所以死是神 最末了所要毁掉的仇敌 这个临前十五章二十六节说 最后所废除的仇敌就是死 基督在十字架上藏了死味 废除了魔鬼 并且把死废掉 我分享的是第七终点 然后呢 主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叫他与万有 不论是在地上的 或是在诸天之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废除了那长死权的魔鬼 并释放那些因怕死而受挟制的人 神的儿子成为肉体 好在十字架上借着死 废除在人肉体里面的魔鬼 这是要将撒旦废掉 主既废除了魔鬼 现今我们就不再怕死 并且从死的奴役下得到释放了 感谢主基督得善了 提后一章十节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显明出来 他已经把死废掉 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造药出来 这里讲到呢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就是把死废掉 把死废掉的意思 不是把死除去 是死其无效 虽然死还没有被废去 但是呢 虽然死还没有被除掉 但是呢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死已经废掉了 然后借着主耶稣的复活 他是上过了死 他也冲破了死 Amen 对 赞美主 这里第八终点就说到 主耶稣借着他的复活 胜过了死 冲破了死 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有说到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 叫他复活了 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 那一小点就说到 魔鬼最后用来对付主耶稣的旧事实 二小点说到 死不能拘禁主 坟墓不能限制他 阴间不能扣留他 他复活了 复活就是圣过时 九宗点就说到 因着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能在生命中做王 圣过时 神圣的生命使我们登宝座做王 在生命中掌权圣过时 因为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第十终点就说到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我们需要供应生命 我们经历必享受内里复活的生命 然后我们也需要借着成为管道 供应这生命 让这生命能流到身体别的肢体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借着吃耶稣 做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胜过时 更能够供应生命到别的圣徒里面 到福音朋友里面 当晚我们都是做一个吃的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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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拣选了我们 在你创世之前 主啊 就预定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般 这个蒙拣选的族类 尽尊的体系 主啊 这个蒙你的这个心意 在那边能够来侍奉你 求你纪念今天下午的这样的心想训练 纪念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听见你的说话 主啊 你的灵要在我们这个其中自有的运行 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 主啊 赞美你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来到了 这次立位祭的第七篇 第七篇 好 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 这个宣读这一篇的篇题 能拣选成为圣别 能圣别的生活 以彰显圣别的神 并成为圣神 阿们 首先呢 刚开始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这个立位祭这一次 从第一篇到第六篇 这个立位祭呢 这个从第一章到第七章 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范围 讲到这个献祭 还有献祭的条例 那在这个第八章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 承接 这个祭司要承接圣子 双手要满了这个祭物 就是这个基督 那这个第九章呢 就讲到了这个祭司的引进 就讲到 祭司他们侍奉的根据 乃是在于这个 房祭堂上的火 那再来第三篇呢 就是 是以这个立位祭跟 这个希伯来书 这两篇来这个 去这个 来讲这个基督的各个方面 他是包罗万有的基督 那再来 从这个 立位祭的十一章到十五章 就讲到了这个 生活这个 祭司的生活的一些种种条例 11章我们看见 这个第四篇 有第四篇讲的就是有关于吃 就是这个 这个祭司的吃也是很重要的 那第十二章讲到的就是 这个 我们出生呢 都是不洁的 再来 立位祭的十三到十四 讲到有关于这个 我们人里面都有这个 马峰 我们都需要得洁净 再来 第十 再来就是 到了第六篇 就是 上一周 我们最后的追求到的就是 讲到这个遮罪 基督是我们的遮罪感 那我们从这个 那现在呢 我们要进到这个 立位祭的十八到二十 这边呢 这边讲到了 这个律法的一些的 这个补充律法的条章跟 这个 点章跟条例 那这边就是教导这些 这些 他的子民 这些 被神所 这个拣选的这些子民 要使他们 要教他们 要过一 一种这个 圣别的生活 所以在那边呢 这个神就在那边 不断的 藉由这个 他这个 藉由整中的这个 点章跟条例 来教导他的这个子民 如何来过 这个圣别的生活 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在这个 立位祭的十八章 立位祭的十八十九二十 在那边 神就在那边 像他的这个子民 在那边说话 他就多次讲到说 这个 你们要圣别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圣别的 然后呢 这个立位祭的二十章 这边讲到说 所以你们要使自己成圣 成为圣别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再来二十章的二十六节 你们要圣别归我 因为我耶和华是圣别的 我已经把你们 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归我 这个在这个立位祭的十八到二十章 神就在那边 这个不断的启示 他的子民 他是圣别的 他多次讲到说 他是圣别的 并且呢 他的子民都要圣别归他 都要圣别归他成圣 这边就 这个 从这个立位祭的 这个 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 十八到二十 他就在那边启示 他是圣别的神 并且 他的子民要过一种 圣别的生活 所以 他在那边 在这个十八章三节 他就在那边对他的子民说 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 那里的人所做的 你们不可照样做 我要领你们去的加南地 那里的人所做的 你们也不可照样做 也不可照他们的风俗行 所以他在那边就一带的这个 教导并且这个 警告这个 他的子民 这个 因为他们是神 从埃及领出来的 甚至 他要把他们领到这个 迦南地 要把他领去 要领到迦南地 这块美地 他在那边就是 一直吩咐说 你们在那边 不可照着你们以前 这个从前所行的 这个生活的习惯 去生活为 这个行事为人 来是要照着圣别之神 他的心意 来过一种圣别的生活 所以在那边 他就不断的 这个 用各样的这个 典章的条例 来这个 劝勉他的这个子民 我这边先稍微就是 这个 叙述一下 他里面大概有提到 哪些典章 他讲到说 这个 这些子民呢 不可教鬼 也不可拜偶像 有占卜还有行无数 那也这个 教导子民要孝敬父母 那也不可克这个外人 反而要爱他 然后呢 也不可这个 随处的搬弄是非 也不可欺骗人 那也不可在心里 恨弟兄 所以在那里 感觉上 这个神在 对他的子民的要求 感觉上是非常的高 就是 这个感觉上是 就是 如果 如果 我们如果照着自己的 这个 自己的这个 云友的这个天然 去 遵守这些律法的话 其实是 有时候是不太容易的 可是呢 这个神就在那边 这个吩咐他们 要如此行 阿们 那谢主 那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刚好这一次 这个第七篇呢 其实除了这个 立位记十八到二十 它同样的 它还结合了 一卷 新约的一卷书 它里面呢 很多的 都跟这一个 这篇的立位记的十八到二十章 非常的呼应 就是这个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它是 一卷这个 讲这个 造会的 这个 讲这个 造会的一卷书 他在那边呢 就讲到了这个 他在那边也是 同时这个以弗所书呢 他也是在那边 呼应说 他的殖民 他是 在这个创世前 就把他们拣选 然后要叫他们 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同样的 他在后面的 这个第四章到第六章 也突然讲到许多 这个造会 在灵中 要该如何来行事为人 像是他们如何 这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他们这个 这个主人跟仆人 如何的关系 等等 他在那边就是很多的 这个行事为人的 一些叙述 都在这个以弗所书 所以我们 要看这个第七篇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同时 要结合这个 立位记的十八到二十 还有以弗所书 来一起看 这个 这一篇的信息 那我们就回来 进到这篇的信息 这些信息呢 这个篇题呢 他就已经把这个 以弗所书的 这个里面的一些要点 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讲到说 这个第一个 他可以分给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蒙拣选成为圣别 第二个就是 过圣别的生活 以彰选圣别的神 第三个 讲到 并成为圣城 谢谢主 在这个 在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些 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个 刚要父亲文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的这些 这个引经的部分 我们读一下这个 以弗所书 我们都是一般这个 被神所拣选的人 所以我们能够来到这边 能够聆听他的说话 这边呢 就从这个以弗所书的 一章四节 看见 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呢 就在基督里 就已经拣选了我们 并且呢 要在他面前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那我们再读一下 下面的那支经节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 好圣化造会 借着画中之水的洗离 捷径造会 这边讲到的就是 这个 篇题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过圣别的生活 以彰显圣别的神 如何呢 他就是我们要借着这个 画中之水 我们就需要来读这个 神的话语 让他的这个画 以及那灵不断的来 这个变化更新我们 使我们能够这个 这个洗涤 并且得以洁净 然后过一种能够 圣别并彰显圣别神的生活 再来我们读一下 上面的那支经节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 好好献给自己 做荣耀的造会 没有斑点 皱纹 或任何这类的病 好使他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感谢主 这边讲到的是将来的永远 这个在主这个将来的 新生新地理 他要这个 不断的使这个造会 成为圣别 使造会能够献给自己 做荣耀的造会 并且没有斑点作文 所以这个是符合这个 篇题的第三部分 这个我们目标都是要 这个生的目标就是要 使我们成为圣臣 好 谢谢主 那我们再读一下这个 第一大典 第一大典 一起读 在已过的永远里 我们在基督里蒙拣选 好成为圣别 在今世 我们正在被圣化 被基督作为那里 那圣别的所尽头 要成为圣别 再来世 以至于将来的永远 我们将终极完成为圣臣 阿们 请弟兄在我们画一下 前面的这个 在已过的永远里 我们在基督里 就已经蒙拣选 成为圣别 那 后面那个 在今世 请弟兄后面画一下 在今世 我们要 一再的被那里所尽头 成为圣别 阿们 再来后面 请弟兄姊妹也画一下 在来世 就是以至于将来的永远 将来的永远 我们画一下 然后我们要终极完成于圣臣 这就是这个神的 这个 他的定子 那 这个 这个定子呢 他其实在以弗所书 他就用前面的这个 以弗所书 我们刚刚 读的这三个经节 他就在那边 将他的这个 这个神的 他的旨意 在那边借由他的话 向我们成名 谢谢主 所以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把握 就是 我们都是蒙拣选 这个要成为圣别 那可是我们还要 一再的被他的 这个那里所尽头 那将来呢 我们要这个终极完成于 新耶路撒冷 就是那个圣臣 好 那最后呢 请弟兄姊妹我们读一下 这个圣别的这个定义 就是这个第一终点 我们一起读一下 圣别的意思 不仅是 成圣分别归神 神也是与一切 凡属的不同 有别 只有神与一切不同 与一切有别 因此他是圣别的 圣别是他的性情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边记一下 圣别是什么意思 圣别不仅是这个成圣 分别归神 他也讲到说 他是与一切 凡属的不同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切不是属神的 我们就与他们不同 有别 我们都是一般这个分别归神 属神的一般人 这就是圣别 好 对不对 那我大概还有一点时间 我想最后我想要这个部分 我想要这个再讲一下就是 其实这一次去到这个 下来训练的时候呢 在那边 训练的会场 其实弟兄们就在那边 花了很大的时间跟篇幅 他提醒我们有五个要点 五个要点 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要点就是这个弟兄 这边讲到说 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 神是圣别的 神是圣别的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有一个领会就是 没有什么是圣别的 只有神是圣别的 只有神是圣别的 第二个 他也要叫我们要有一个把握 要有一个认识 就是我们的命定就是 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 这是神在他的这个 他的话 他的钉子里面 就是这个已经 这个立定已经要 我们要进到这个荣耀里去 所以我们的命定就是 这个新耶路撒冷 所以这样的一个命定呢 它是这个 跟我们的这个工作 还有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 那第三个呢 他也讲到说这个 讲到从一佛所书里面去 这个分别是一章到 三节到十四节 还有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讲到这个 他的 他如何使我们得圣别 就是这个 那年的圣别呢 他有七个这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 那林的这个寻找 这个寻找 寻找的寻找 然后再第二个讲到的是这个 救赎 救赎 第三个讲到这个重生 重生 第四讲到更新 第五个讲到这个变化 第六个讲到这个磨成 第七个讲到这个 德龙 德龙的圣别 好 那再来 第四个点呢 弟兄他在那边也是 要叫我们这个 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在圣别的过程里面 其实很多的这个 的因素都会 这个分裂的因素 是叫我们要注意的 就第一个 我们可能会 就是需要注意这个 世俗 我们不能够受世 世俗的影响 对 第二个我们也要小心 我们自己是否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野心 第三个呢 有时候我们在过稍微生活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都会 有可能会 不自觉 有可能会高举 自己或高举某一个人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第四个呢 在生活里面 我们都需要有 我们有可能都会有一些的意见 对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那 第五个点呢 弟兄呢 在那边就是 这个 有 他 他提了三个经节 就是以弗所书的五章 二十五 二十六 还有二十七节 讲到了这个 那林的 这个 应该说 圣别的三个阶段 三个步骤 我们可以读 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五十五页 这边有这个 下面有一个以弗所书的 三书经节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我们一起 这个 轮流对读一下 弟兄先 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造会 为造会 舍了自己 化中之水的洗涤 洁净造会 他好献给自己 做荣耀的造会 没有斑点作纹 或任何这类的病 好使他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对 这个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讲到说 基督他爱造会 所以他就 为造会 舍了自己 就是在 已过了的部分 他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呢 他要一再的 不断的来圣化造会 就是用这个化中之水的洗涤 来洁净造会 那为了就是 在将来的时候呢 他要将我们 献给他自己 做荣耀的造会 没有斑点作纹 愿这样的话 求主已在了 使我们能够得着 这个开启 也在了这个 能够认识 他是圣别的 并且我们要过一种 圣别的生活 目标就是要成为 这个新耶路撒冷 成为圣城 好 弟兄姊妹 那我们再把这篇的片底 我们再宣读一次 从全县成为圣别 过圣别的生活 以彰显圣别的神 并成为圣城 那刚刚弟兄呢 已經將這個聖別的點 像我們講的非常的清楚了 那其實在這篇信息裡面 剛剛講的聖別 其實最終要把我們帶到一個目的 那就是哪裡 就是新耶路撒冷 這是一個何等大的意象 何等大的看見 我們今天要定準我們的生活和工作 因為這永遠的意象 新耶路撒冷就在於我們今日的生活 所以這篇的信息 我們從篇題可以看見 他說從蒙簡選成為聖別 在已過的永遠 我們就蒙簡選了 在將來的永遠 我們要成為新耶路撒冷 所以這著重在於什麼呢 就在於我們今日的生活 我們今日的生活 是不是能聖別的生活呢 我們在今日的生活 若是聖別的 在那日我們就要成為新耶路撒冷 使我們的生活活出新耶路撒冷 使我們的工作又做出新耶路撒冷 我們兩兩彼此對彼此說好不好 我們要做出要活出新耶路撒冷 Amen 好 好 因為這樣的意象呢 來定尊我們 使我們這邊真是有一個聖別的生活 所以剛剛在這個第一終點裡面 弟兄已經有講到 這是分成三個階段 有已過的永遠 現今和將來的永遠 那在這個裡面呢 總共有四個終點 首先它第一個告訴我們 聖別的意思是什麼 聖別呢 不僅是成聖 分別歸神 也是與一切凡屬不同的 那只有神是不同的 因此祂是聖別的 聖別是祂的性情 Amen 所以在這個點裡面 祂就說到 神啊 我們一開始怎麼聖別呢 來是先神拣選我們 使我們能成為聖別 那第二呢 我們就繼續要來接受祂的分刺 因為神要將祂自己不斷分刺到我們的裡面 好使我們成為聖別 那這個祂呢 就是將祂自己這個聖別者分刺到我們裡面 使我們全人啊 被這神聖的性情充滿所浸透 所以我們說聖別啊 就是被神的性情充滿有份於神的性情 Amen 所以這邊第二個小點呢 就說到這個是一個誤會 澄清解釋 因為在歷史上啊 這個有許多派別 說到這個聖別 就是說祂是無罪的完全 或者是無罪的純潔 但我們知道我們聖別是什麼 我們聖別是被神的性情所充滿和浸透 Amen 好 那第二個終點呢 就說到這個過程 首先呢 在已過的永遠裡呢 這個二三四啊 二就是說到已過的永遠 三終點呢 就是講到現今 四終點就是講到我們的結果 結局是什麼 那第二呢 在已過的永遠裡 父在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拣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愛裡 在祂面前 成為聖別 沒有瑕疵 那這是根據 以弗所書的一章釋節 那如果我們去讀這個 以弗所書一章釋節的這個英文啊 他會講到說 父在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拣選了我們 他接著是說 成為聖別 沒有瑕疵 那後面啊 才說到 使我們在愛裡 在祂面前 所以神一開始的心意啊 就是要使我們 成為聖別 而沒有瑕疵 那成為聖別 沒有瑕疵是什麼意思呢 就如他這邊小點子說到 這個神所拣選的人 只該被神自己來盡透 沒有外來的東西 就如我們裡面有這個 天然屬人的成分 肉體 己 或世界的事 這個就是沒有瑕疵的意思 就是我們今天只有被神的性情 充滿所浸透 沒有任何的瑕疵 那第二點 所以我們成為基督的心腹 不是藉著自我改正 乃是被著神浸透 所以常常有人都會信主啊 或信主後 常常他會覺得 欸我以前啊 可能是個驕傲的人 我信主了 我自己啊 就要變得謙卑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 憑著自我改正 這並不是說 這個聖別 而是說我們被神的性情 所浸透 所充滿的說 這就是聖經中所說的 那個聖別和成聖 那我們可以讀這個 羅馬書六章十九節那邊 最後 那邊說到 憲經也要照樣將肢體 獻給一座奴仆 以至於聖別 在這邊的註解啊 他說到這個聖別 不僅是地位上的聖別 更是性情上變化的聖別 是藉著基督作為 赤生命的靈 要將神的性情 奔刺到我們裡面 來浸透到我們裡面 這才是聖別 有沒有 那第三點呢 他就講到 成為聖別實際的路 我們一起讀一下第三點 照會被化中之水的洗滴 洗滴之後 就這樣成為聖別 在神之上被基督盡透並美化 使他成為基督榮耀的照會 他聖別的心腹 Hallelujah 他這邊給我們一條聖別的路 實際的路 在這個 這邊我們說 看見說 這個為造會捨了自己 剛剛弟兄 你就不能講了 在過去 遭基督救贖我們 為我們捨了自己 那接著呢 他就要聖化造會 要藉著化中之水 來洗滴造會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真是要需要贖回光陰 我們要花時間 在主的化上 讓這個化中之水 不斷的來洗滴我們 我們不是一天早上 先有個誠心 我們可能誠心個三個小時 半小時 那接著我們去工作 因為我們在這邊 有許多的親子 大家也還在工作 可能工作完了之後 晚上回到時間 靠自己 時間一段來追求 那我們要把握時間 好好的追求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 因為昨天啊 我姐妹她工作到十點多 晚上十點 她平常是七八點才下班 結果她十點才回來 結果晚上弄一弄 弄到十二點 我們才能睡覺 然後她就從一早 做接觸組的話 到之後她都沒有接觸組的話 結果她那時候 只想躺在這個床上 趕快休息 我說姊妹啊不行 我們要讓化中之水 來洗滴我們 來加強我們 所以我就拿著這個 誠心盛言 來跟我姊妹來導讀 來享受 當我們這樣導讀完 享受完的時候 我們啊 才在這邊跟說 主啊謝謝你 謝謝你 加強我們 我們常常啊 這世界有許多的玷污在那邊 假如我們 我們需要藉由這個化中之水啊 來洗滴 或者是 親子 就是我們 新北市召會親子 有在追求這個 六年生命讀金 那其實大家知道 親子也都是非常忙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去買一台福音機 其實我們在有空的時候 在搭車的時候 或者說你在做一些騎儀式的時候 其實啊 你就可以把這個生命讀金啊 或者是詩歌 或信息 放出來聽 當我們這樣放出來聽的時候啊 其實這個化中之水啊 就要來洗滴我們 就要來捷徑我們 阿門 好 第四點 我們翻開到五十六頁 那邊說到這個聖別的氣氛 他接著說 在以弗所一章四節的愛 是指愛神所愛他拣選人的愛 以及神所拣選至他愛他人的愛 神所拣選的人乃是在這愛裡 在這樣的愛裡 在他面前成為聖別 沒有瑕疵 所以我們看見今天我們成為聖別呢 還是因為神先愛了我們 今天啊 神不是有個規條說我們要做什麼 你不可以做什麼 哪個吃 不可吃 不可碰 而是他在愛裡 在愛裡呢 我們就能成為聖別 就像可能我們要跟弟兄姊妹 可能會看到弟兄姊妹 常常跟她說 你不能做什麼 你主力要來聚會 或者是你需要幹嘛 所以我們需要在愛裡 在愛裡呢 我們才能成為聖別 A說到神先愛我們 然後我們激勵我們 用愛回報他 這樣在愛的情形與氣氛中 我們就能被神盡透 成為聖別 也沒有瑕疵 像他一樣 我們 第三點呢 就講到我們 現今這個聖別的階段 分成四個步驟 我們一同來宣讀一下第三終點 神為聖別 先是分別為神 一直是被神解放 一暗是被神聖又 一直的是自被神聖地 想跟弟兄弟们分享这个 诚心 就是使我们成为圣别的一个路 其实我们每天早上 就是有跟 就是同伴们约诚心 其实大家早上的时候 常常都会跑不起来 可是我就会跟他们主说 主啊是你爱我 你坚持了我 是你要我在那里 与我的弟兄有诚心 所以时间一到 我就愿意起来 就在那边分别归神 就在那边分别归神 主啊这是你的时间 在那里你要供应你的子民 供应你的法治 那不仅是这样 接着呢我们是分别归神 第二是要被神接管 当我在导读这样的经节的时候 尤其我摸着这周 周四说到这个经节 说我们需要吃赎罪寄生的肉 要就是担当百姓的这个罪灭 这个也在英文它里面 也是先说到 我们要先吃 你为什么不吃赎罪寄生的肉 然后他才说你要 这个是耶和华所赐给你的 所以我就非常摸索说 主啊我现在实在需要吃 如果我若是没有吃 我就无法担当会众的罪灭 所以这接着在第三点 他就说被神具有 在今天在这个当天的生活 我就被神抓住这句话说 神啊我要吃你 我要享受你 那第四呢 当我们这样子啊 心思情感都被这样子 神啊 所泡透和浸透的时候 最终第四 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新耶路撒冷 这圣别的实体属于神 为神所具有 所浸透 且与神是一 哈利路亚 我们就要被神所具有 所浸透 且与神是一 哈利路亚 好接着我们进到第二大典 我们一同宣读第二大典 以为以神啊 神啊 是为他神 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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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活 以以目所 是他 心也 是 不上 是 也 相互 本物 神 神 也 神 神 神 救人 穿上 向新人 过圣别的生活 向神是圣别的一样 做他的彰显 好 刚丁我们说到这个 立威这次的捷经读经是十八到二十章 那其实呢 在新约呢 我们可以从以福所书 四章十七节 到五章十四节 看见这个神啊 他要他的子民 过圣别的生活 要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像神是 以圣别的一样 做他的彰显 所以在第一终点那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边让我们看见那边有神圣三一的神圣分器 是为着过照会生活 圣别生活的基础 所以接下来呢 在这三个终点 在第一终点的三个小点里面 我们就来分别来看这三个 三个圣经节 好 第一点 首先是 我们一同宣读十八节 第一点 首先是 我们这边说到这个三神的分次啊 就是要将神的生命分次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 就是用他的丰富来供应他的儿女 但是这边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点 这边说到什么 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就是你没有与这个神的生命无分无关的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节那边说到 外邦人啊 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 行事为人 接着他十八节说到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 就因着在他们里面的无知 因着在他们心里的刚毅 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所以弟兄姊妹这非常严肃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若是还是像外邦人一样 在虚妄的心思里 行事为人 我们就与神的生命无关了 第二点呢 就说到 这个是与神的生命有关 那第二 我们来读第二点 所以这一点呢 让我们看见这个子的生活 因为这子的生活乃是神的生命 在这个神的生命实化并出来 在耶稣人性身上实际的彰显 所以当这个耶稣啊 他在为人生活的里面 就是用他这样的榜样 要用他这样子的分次 要灌输 注入到我们信徒的里面 所以在这个点里面 在二十一节说我们要 学了基督 要照着耶稣身上是实际者 那第三点呢 我们来宣传一同念第三点 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生命忧愁 我们也使在那里面受了印记 迟到得俗的日子 所以这边讲到是 借灵的概印 灵的概印要将这个 父的生命 神的生命 而只作为实际者呢 要概印印图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这边概印的灵啊 也是印末 就弟兄说啊 当我们看见一张纸 上面有一个概印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 是属于这个概印的所有权 那今天圣灵啊 也在我们里面来概印 来作指 这个而且是用他这个神圣的生命 加上耶稣的人性 要不断地概图 浸透 泡透在我们身上 所以这个三个基础 第一点说到神的生命 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 以及那里的概印 是这个神圣分次的三个源头 是为着我们过 圣别之神的圣别生活 好 我们请弟兄再接续 走 好 弟兄姊妹 我想这篇信息 来说到关于这个 圣别的生活 我想这个就是 进到另外一个段落 刚才开头弟兄胞们 复习了 从第一篇到第六篇 一到三篇是说到关于 这个祭司的子分 对不对 然后接着呢 四五六篇就让我们看见 神虽然要我们做祭司 但是事实上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有我们很多的情形和光景 对我们有不洁净的情形 我们有罪的情形 所以这个不洁净 需要得着解净 那我们的罪呢 需要得着这个遮盖 需要得着平息 那当然这个 到了第七篇 就是一个更积极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能够过一个 圣别的生活 所以在立位记 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章 这三章圣经是说到 关于神指明的 圣别生活 那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 是说到关于 祭司的圣别生活 所以关于圣别生活 是有这两个部分的 也就是这篇信息的第二大点 跟第三大点 第二大点是说到神的指明 就是一般性的 我们要如何来过圣别的生活 那第三大点 是专特的指着 这个祭司 祭司的圣别生活 但是这个标准就是更高的 当然这次信息并没有太多 去摸关于祭司的 圣别生活 重点是放在第二大点 关于神指明的 圣别生活 那关于神指明的 圣别生活 第二大点这个 刚要蛮长的 我想我就把它分为几个段落 弟兄姊妹可以先知道 一下这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主要是说到 这个圣别生活 是有一个基础的 所以第一重点在讲 圣别生活的基础 这个基础就是 神圣三一的 神圣分次 然后二三四重点 弟兄姊妹可以把它视为一组 这里是说到 圣别生活的原则 圣别生活的原则 其实就是要 脱去旧人 并穿上新人 所以想这两个是 我们过圣别生活 非常重要的 兄姊妹 我们圣别生活的基础 是什么呢 就是神圣三一的 神圣分次 那什么是我们 过圣别生活的原则呢 就是要脱去旧人 并穿上新人 接着呢 从第五终点开始 五六七 就说到我们 过圣别的生活 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与三方面的关系 第五 说到地 对不对 地 大家可以把地画起来 说到我们与这个地的关系 第六呢 说到 对不对 因为神是圣别的 说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第七 说到关于神圣别的子民 说到我们与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过圣别的生活 这三方面的关系 我们需要顾到 与地的关系 与神的关系 还有与人的关系 那最末了第八个点 就说到 圣别的生活是不可以有 掺杂的 这里就来摸 我们有三类 三类掺杂的情形 所以这样的兄姊们应该就知道 对不对 这整个圣别生活在说什么了 好吧 我们再把它稍微复习一下 圣别生活的基础是什么呢 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 第二 圣别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呢 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然后我们要过圣别的生活 需要顾到三方面的关系 第一是与什么的关系 与地的关系 第二与神的关系 第三与人 就是与神指明的关系 那最末了 我们要顾到 不可以掺杂 有三类的 不可掺杂 我想这就是关于我们整个圣别的生活 我们所需要认识的几个方面 我们刚才弟兄已经跟我们说到 关于这个基础 就是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 那这个分次 第一就是分次 父神神圣的生命 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 在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 对不对 我们今天所有的乃是有 父的生命 那另外呢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有子的生活 子的生活 那这个子的生活 在以佛手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发表 人的权柄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菲利问他说 这个将父贤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主了 主回答他说 你们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就是说在主耶稣的生活里面 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情形 这种真实 就是让人从他身上就看见了神的彰显 就看见了神的活出 对不对 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跟人相处嘛 相处一段时间 人家说 哦 原来你是基督徒 对不对 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正面 第二种是负面 正面就是说 他觉得 哇 原来你是基督徒 难怪 对不对 难怪 对不对 你这么样的 对不对 活出这些爱光圣意 神圣属性 人性美德 另一种 原来你是基督徒 就说 奇怪我什么一点都看不出来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 有没有实际 对不对 所以在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 对不对 他就张显 人家从他身上就看见神 所以负的生命 在子的身上 就显现于子的生活 而今天我们如何能够过这样的生活 关键就在于 盖印的灵 当这个灵盖印的时候 它把什么东西印到我们里面呢 就是把负的生命 连同子的生活 把它盖印 分次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也能够活出 像三一神一样 那样 盛别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一切 盛别生活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过盛别的生活 我们需要像这个 神圣三一的 神圣分次敞开 对不对 每天我们要说 主啊 我向你敞开 因为你更多的 分次到我里面 叫我更多 有负的生命 有子的生活 有纳灵的概印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活出 盛别生活的基础 接下来呢 第二就是关于 盛别生活的原则 我用姊妹来看 第二跟第三终点 说大概有两个不可 第二终点 以色列人不可 照着他们从前 生活在埃及人中的 那种样式生活 埃及人是表征什么呢 信徒在从前旧的生活 样式上要脱去旧人 第三终点说到 第二个不可 以色列人不可 在他们要被领近的地上 照着迦南人的样式生活 表征信徒得旧后 不该模仿 世人生活与行为的样子 所以这里的旧人 是指我们得旧以前 那种旧的生活 那个旧的社会的生活 社交的生活 那迦南人 是指我们得旧以后 不能照着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 就像罗马书12章2节讲的 不要模仿这世代 要借着心思的更新 所以兄姊妹 我们的生活 不应该在照着我们 得旧之前 那个旧人的生活 也不能够照着 得旧后 但是却仍然 过着像世界上的人 一样的生活 这两方面的生活 旧人的生活 属世的生活 都需要脱去 对不对 这两方面都需要脱去 那脱去以后要穿上什么呢 第四终点 我们来我们一通读 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圣别 过一种圣别的生活 表征信徒应该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 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 所创造 所以这个生活的原则就是 脱去旧人 脱去埃及人 脱去迦南人 并且穿上新人 那如何脱去旧人 并穿上新人呢 我们知道脱去旧人 在以佛所书4章22节 穿上新人 在佛所书4章24节 它中间有一节是关键 以佛所书4章23节 说什么呢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力 得以更新 所以兄姊妹 这个在现代理得以更新 救人的生活是照着什么 心思的虚妄 和迷惑的情欲败坏的 兄姊妹你想想看 其实我们一整天的生活 心思常常是很虚妄的 从起床到现在 你想过多少事 对不对 人家说可能都可以 环绕地球好几圈 对不对 我们的心思是非常虚妄的 对不对 你看到两个人在那里讲话 你就可能想说 这两个人是不是在讲我的坏话 对不对 我们这个心思是很虚妄 很奇怪的 另外呢 还有叫做迷惑的情欲 败坏的 兄姊妹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 救人 肉体里的生活的实况 就叫心思的虚妄 和肉体的情欲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借着心思的更新 心思如何更新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思置于灵 让那灵能够来浸透到我们的心思里 把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 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我们能够脱去旧人 并穿上心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让那灵不仅在我们的灵里 而且还要扩展到我们的魂力 特别我们的心思需要被更新 心思能够被更新 关键就在于主的话 第五 说到与帝的关系 说到因为那帝受了玷污 所以我向那帝追讨罪孽 那帝也要吐出其中的居民 在立位记从18章到20章 有三次说到 帝会把人吐出来 帝会把什么样的人吐出来呢 这个帝表征什么 帝就是表征包罗万有的基督 所以这个帝就说到 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如何 我们是不是照着基督 在那里行事为人呢 我想在这个 刚才弟兄有提到一点 在从这个 在立位记18章到20章 说到有12类的情形 这个帝是会把它吐出来的 我把这12类我很快地读一下 第一 不能够有份于娇鬼 这个占卜 偶像跟行邪术 第二 说到要这个孝敬父母 第三 要尊敬老人 第四 不可苛刻地对待外人 反而要爱他 第五 要有公平的良度跟法码 第六 不可以说谎 不可以欺骗 第八 不可以欺压 这个对吧 第七 不可以欺压灵舍 第八 不可以亏待虾子和笼子 虐待 对不起 不可以虐待虾子和笼子 这个第九 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偏袒 第十 第十 不可以 这个 搬 拨弄 是非 第十一 不可以恨弟兄 第十二 关于乱伦 特别乱伦 淫乱 写的非常大的一段篇幅 所以这里就说到 这样 这十二类 这个 是这个地会吐出来的 所以兄姊妹 这跟我们是不是享受 包罗万有的基督 与基督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我们把第五终点的第二小点 我们一通读 每地吐出受玷污且不甚别的居民 表生包罗万有的基督 原是我们的居所 和我们所需的一位 做我们的享受 但如果我们与他的关系不正确 他就要把我们从他自己里面吐出去 不再让我们享受他 看他吐出什么人呢 受玷污且不甚别的居民 就是刚才所讲的那十二类的人 这样的人就会被从 对于基督的享受 就被吐出去了 第六 要圣别 因为神是圣别的 这表真要照着神的圣别 行事为人 过圣别的生活 所以我们如果去读 立位基地十九章 我算了一下 大概有十六次 那里说到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要圣别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圣别的 弟兄姊妹 因为神是圣别的 我们也是圣别的 那呼召我们的是圣别的 我们也要成为圣别的 第七重点 说到我们与神子民之间的关系 立位基十九章五节和六节提到平安记 子民在十八至二十节所描绘 神圣别子民的圣别生活中 神圣别的子民在平安里有交通 来往彼此的享受乃是非常重要的 平安记说什么呢 其实平安记就是重在讲到交通和享受 所以在这个平安记里面 这个跟圣别的生活是有关系的 所以第一小点 享受基督做平安记应当保持新鲜 信徒彼此之间并与神的交通 若是成就的就不蒙神悦纳 且为神所正恶 第二有愤于成就交通的人 犯了轻看神的圣物之罪 会失去神子民中间的交通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过圣别的生活 和我们与神与神子民中间的交通 需要是新鲜的很有关系 那事实上这个平安记 就是表征在新约里主的桌子 主的言席 所以其实我们每次来到 剥饼聚会的时候 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有新的认罪 需要有新的对付 我们与主之间要有一个新鲜的接触 而不是很轻率的 很随便的 我们就来有份于主的饼杯 有时候我们可能跟人之间 对不对 弟兄姊妹特别召会生活久了 其实跟人之间有时候有许多的嫌隙 所以那个交通就变得很陈旧 变得很表面 就觉得你祷告都失去新鲜活力 就是一种遗文的祷告 就是那一套 这就变得很陈旧 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有时候照会生活 我们得承认 已经变得相当的陈旧 这个相当的陈旧 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到主面前 要有新的对付 新的认罪 你主有一种新鲜的接触 与圣徒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我们也都需要有一种新鲜的关系 就像在以佛所书 我刚提到 立位纪十八章到二十章 其他是对应到以佛所书四章五章 那里所提到新人生活的细节 在那个细节里就特别说到 要脱去谎言 对不对 个人要与灵舍说实话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怒到日落 偷窃的不要再偷 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 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 我们要以恩慈相当 你看这每一个点 几乎都是来摸 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跟灵舍的关系 跟弟兄姊妹的关系 如何与人说话 对不对 甚至摸我们的生气 摸我们的怒气 我们的说话等等 弟兄姊妹有时候 我们照会生活 我们不太在意这些 我们虽然还是来聚会 但是那一个交通 已经变得成就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聚会 但却不太影响我们的生活 对不对 我们可能生活是一套 聚会是一套 这就是说到弟兄姊妹 这个我们享受基督做平安祭 与神与人之间的交通 需要是保持新鲜的 约安福音第13章 对不对 主耶稣为什么要为门徒们洗脚 对不对 主说 对不对 一开始要洗 彼得说万万不可 对不对 你是夫子耶 你怎么为我洗脚 但主耶稣说 我如果不洗你的脚 你就与我无份了 哇 彼得很爱主 他听到这就说 主啊 那我不止脚要洗 我全身都要洗 对不对 因为他很怕跟主无份 他很怕失去那一个交通 那为什么会失去那个交通呢 对不对 就是脏臭的脚嘛 沾满了属地的玷污 在这一个 对不对 在这一个这个属世的世界里 对不对 这个叫人受玷污的世界里 我们在其中行走 在其中经过 我们何等需要主 话中的水 借着主的话 借着圣徒们彼此之间的 祷告和交通 对不对 使我们能够再得着更新 叫我们彼此之间 能够有一个新鲜的享受 第八重点 是说道关于不可掺杂 三类的不可掺杂 第一类是牲畜交配 第二是播种 第三是做衣服的衣料 那这三类表征什么呢 牲畜是表征生命 对不对 神的生命跟人天然的生命 不可以掺杂在一起 这说出弟兄姊妹 我们要归一种神人的生活 你要凭着里面神圣的生命生活 不要再照着我们老旧的人生活 第二播种 这个主的话就是生命的种子 对不对 这种子就是神活而长存的话 种子不能掺杂 就弟兄姊妹 我们说神的话 我们不应该用满口 充满了属世的话 充满了谎言 对不对 圣别生活不能这样过了 对不对 播种不能掺杂 就是说话不能掺杂 第三 衣服的料子不能掺杂 衣服表征我们的行为 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 是不可以掺杂的 我们是活在新约的恩典中 我们不是照着律法来行事为人 虽然弟兄姊妹 这每一点 其实我们好好带到主面前 好好带到祷告里 我觉得我们都会蒙许多的光照 弟兄姊妹 我们一天的生活 有多少我们是凭着神圣的生命 有多少是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在生活呢 对我们这一天我们所说的话 有多少是神圣的话 有多少是充满了世界掺杂的话 甚至是谎言 甚至是淫辞忘语 虚空的闲谈 对不对 我们的行事为人 有多少是在主的恩典里 还是我们只是照着一种律法 在规范我们 所以兄姊妹 我觉得这每一个点 对不对 关于神子民的圣别生活 对不对 好不好 我们再复习一下 圣别生活的基础是什么呢 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 圣别生活的原则呢 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那个关键是什么 在心思的灵力 得以更新 然后与三方面的关系 第一个 与地的关系 就是要享受包罗万语的基督 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 第二 我们需要照着神 因为耶和华神是圣别的 第三 我们与神子民的关系 交通不该成就 应该是新鲜的 末了 三类的不可掺杂 生命不可掺杂 话语不可掺杂 行事为人 不可掺杂 好 所以末了 一个点 就是我们不仅是 神子民的圣别生活 神子民圣别生活 有一个目的 是为了什么呢 叫我们做祭司来侍奉神 所以让我们看见 祭司的圣别生活 然后美同读第三大点 我们需要过一种 与祭司之类 相配的圣别生活 唯有借着天天接触 完全的基督 享受他 并经历他 才能成为这样的人 他要使我们完备 完全 且得到适当的平衡 这样我们就构格 在新约时代 做祭司 侍奉神 对祭司的要求 是更高的 所以这里列了 有十一种的情形 是不够资格 做祭司的 这十一种的情形 都跟我们没有 享受这一位基督的 完备 完全有关 来 用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说到十一种情形 立位纪二十一章 第十八节开始 因为凡有残疾的 第一个叫做瞎眼 瞎眼就是 缺少基督做 神圣的光照 第二 瘸腿 缺少 基督做加力 缺腿 就腿没有力 缺少基督做我们的力量 第三 他鼻子的 就缺少基督做 感觉的能力 第四 肢体畸形的 就是说到 我们这个人 越过了基督 第五 折手折脚的 就是在基督里是 不完备的 第六 驼背的 就是缺少 对基督 属天的经历 驼背的人 整天只能看得到地上 对不对 都看不到天上的事 然后呢 这个矮错的 就是这个 缺少基督的声量 再来 眼睛有毛病的 是什么呢 就是缺少 对基督的看见 第九 长险的 缺少 对不对 这个基督的灵 就会让人家 感觉很不舒服 有的人去 接触人 就让人家 感觉很 很不适 长戒的 也是缺少 活基督 都让人家 觉得很不舒服 这个外生 损坏的 缺少 经历 基督做生命 就没有这个 属灵 繁殖的功能 所以这点点 都是来自于 我们对基督的经历 所以弟兄姊妹 只有每天享受 神圣 三一的 神圣 分次 满了对地 就是对这个 包罗 万有基督的 经历 和享受 我们才能够成为 完备 完全 且得到 适当的平衡 能够做祭司 来侍奉神 我觉得弟兄姊妹 这篇信息 是很需要 我们带到祷告里的 因为事实上 每一点 都摸我们的生活 而且不仅是 摸原则 甚至是细节 细节都来摸我们 Amen 感谢主 那现在的时间 请弟兄姊妹 我们三个或四个 我们小组 有一些的分享 那我们大概 给弟兄姊妹 大概五分钟 小组分享以后 我们再请弟兄姊妹 能够上台 有一些的分享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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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四点半年 四点半年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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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有立场一格 所以 如果真的不合适 我认识 可以啊 很急哦 很急哦 很想三十秒 很想三十秒 我认识 没想三十秒 我认识 就是庆祝 他来 我认识 因为一个人 先不用 你不认识 请大家注意时间 你不认识 三十秒 但是看 你不认识 因为 可能人那么少 应该 好 三十二秒 很厲害 carpenter 招招招招招 哦 這邊還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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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想 好 好 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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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加 二十五六六 二十五六 三十秒是不是啊 三十秒 可以 因為他分享大概 我先抓大概五分鐘 十個人 大概十個人一塊 就請流利雄轉來 需要分享 谢谢 剛剛我們今天大概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四分 你就請坐這邊 現在我們可以請就妹坐下來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 請就妹可以開始 請這邊有一個人可以上來 有一個人可以分享 有感覺了 可以分享 二十大概二十四分 現在可以 可以 請第二名 比如說這個聲音電用姊妹然後再開始講 這樣 請電用姊妹可以只有時間 時間差不多了 請電用姊妹有意願的可以上來分享 感謝主 請各位電用姊妹可以先坐下來 有意願的或是有感覺可以上來分享 一個人三十秒的時間 對 好 電用姊妹我們可以如果現在有感覺都可以上來分享 那我們就一樣有兩路 我們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喜樂 剛好摸著這個弟兄所說的 要我們過一種聖別的生活 是要從早晨開始的 所以我們一早起來就誠心接受主的話 藉著他話中之水的洗滴 來捷徑我們 聖化我們 那我也很摸著 他說到晚上與姊妹還讀誠心聖言並導讀主的話 他這樣子的實行呢 使我也想說 晚上跟我的姊妹也來導讀一下誠心聖言好了 那盼盼我們藉著這樣的導讀 就更多接受這個神聖善意的神聖分斥 而過一種聖別的生活 我們要過聖別的生活 那在一過節選我們已經成為聖別 那如今我們要過聖別的生活來彰顯神 那我們要怎麼過聖別的生活 這個關鍵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心思的靈 那心思的靈要怎麼操練 好像不是講一講就可以 我們真的是需要去操練 早上的誠心真的非常重要 不管如何就是一定要起來 與主誠心 那我們的原則要脫去救人 穿上新人 這個救人 老舊的人 還有這個世俗的人 我們都要脫去 穿上主耶穌 Amen 感謝主 富在創立事件以前 在祈福律裡解決了我們 使我們在愛里 在祂面前成為聖別沒有瑕疵 聖別就是我們分別歸神 首先就是我們被神所接管 被神所祭有 被神所盡透 以神成為一 Amen 最終其結果就是 新耶路撒冷 聖別的實體 乃是我們屬於神 被神所具有 被神所盡透 以神成為一 Amen 感謝主 Amen 從摩著說 這個在 以福所四章十八節 說到 因著他們 他們心靈的剛硬 就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摩著說 即使我們是得救的人 仍舊有可能是與神的生命隔絕 若我們仍然照著 從前的生活樣式 在心思的虛妄裡 行事為人 我們仍舊是 會與神的生命隔絕 所以實在很摩著說 弟兄說到 我們實在是需要 節力的操練我們的靈 在一個心樣裡生活 然後在二十一節也說到 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 當我們操練在靈裡的生活 就能夠在實際裡 過一個彰顯神的生活 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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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 其實我本來一直以為說 我們這一般的子民 要過這個聖別的生活 好像很困難 但是今天讀這個 就講到 因為我們有這個 過聖別生活的基礎 所以其實是不難的 因為這邊講到說 因為你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就必須有什麼樣的生命 那今天我們都有了負的生命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基礎 我們能夠有這樣的生命 過這樣操練過這樣的生活 聖別生活 然後一方面又有子 就是這基督做那個實際者 那從他身上 他在地上所活的 是我們的榜樣 是我們的模型 所以不是叫我們怎麼樣過聖別 就是我們看了這個榜樣 我們就能夠照著這樣榜樣來行 那另外就是說 講到說不叫神的聖靈憂愁 那有這個聖靈在我們裡面 給我們感覺 所以這個群裡面的感覺 這個聖靈裡面的說話感覺 我們也能夠過這樣聖別的生活 阿曼 聖靈 弟兄姊妹 我們是命定 命定要成為聖別 在哈裡面 沒有瑕疵 我這一片非常摸著 因為前陣子我跟主之間的關係沒有很好 但是透過前陣子姊妹們的交通 跟加上這一篇信息的弟兄們的交通 非常摸著我 我們弟兄姊妹們是命定 我們需要操練運用我們的靈 這實在是我們的需要 弟兄姊妹們我們一起來操練 彼此帶倒 在靈裡深處 挑望我們深處的恩賜 我們是蒙檢選的族類 是今春的祭司體系 是聖別的國度 第七天講到 蒙檢選成為聖別 過聖別的生活 以彰顯聖別的神 並成為聖成 就是信耶路撒人 這個立位記18到20章 許多的出的經文 都指示神自己是聖別的 所以他需要他的子民 夠一種聖別神聖的生活 來彰顯他 所以他在一個永遠裡 在基督裡在捲選我們 叫你們成為聖別 那在今世啊 我們還要被聖化 那再來世啊 我們就能夠成為 新耶路撒人 成為那聖成 那這邊特別點出啊 聖別的意思啊 不僅是承聖 昏別歸神 也是與其環時不同有別 那弟兄給你們點出啊 兩個啊 一個荒華 一個是路 一個荒華就是要借著 這個聖別者的婚事 他這個神聖的聖別 不斷的婚事到我們裡面 我們就能夠被他聖別的信心 所充滿 所盡透 那一個就是路啊 就是要借著化中之水的洗滌 那這個特別啊 在成縣的時候啊 是最好啊 這個一天下來實在是啊 心思實在是啊 心亂如馬啊 這實在是 到晚上啊 實在是精疲力盡啊 所以這個最好啊 這個化中之水洗滌啊 就是 早上成縣 弟兄姊妹 我們必須要有同伴 弟兄姊妹一同有成縣 然後再來就說啊 把這個稱為聖別婚別歸神 就說第一 就是婚別歸神 第二是 被神接管 第三是 被神聚有 第四是 被神聚透 與神失一 最終就成為 新耶路撒冷 來面 感謝卓 把這一片是講到 蒙神 捲選成為聖別 過聖別的生活 以彰顯聖別的神 並成為聖子 那弟兄姊妹我們知道 在已過的永遠 神就捲選了我們 那 他捲選了我們 有什麼目的呢 至終要把我們 做成為新耶路撒冷 剛剛弟兄姊妹講說啊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工作啊 要做成新耶路撒冷 但是中間 現今我們這個時代呢 就是照會生活 那 也就是我們蒙福的時候 那 我們怎麼樣來 能夠達到這樣蒙福的地位呢 就需要不僅神 把我們分別歸神 然後我們在生活中呢 能夠脫去舊人 穿上新人 使我們的心思 能夠更新變化 那 就是在照會生活 這個時期的裡面喔 那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真是要 能夠 在這邊所說的 剛剛弟兄姊妹也都說到 要藉著這個 那裡 就是藉著神的化 來更新變化我們這個人喔 那 這個照會員需要被 化中之水的洗滌 來更新變化喔 那剛剛弟兄 弟兄提到說啊 我們這個 有很好的 IC的產品喔 比如說 這個福音機 他就藉著這些化 能夠一直 在這裡更新變化我們 那藉著成新的話 我們能夠 導讀這些化 來更新變化我們的心思喔 那我們這個人都是忙亂的 然後 一早起來就是要 開始要忙工作喔 所以 這個 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常常不活基督的 我們常常是彰顯我們這個 舊人 我們天然的人 那 但是這些天然的人 卻不能 建造成為新耶路撒冷 那我們需要 讓這些 讓神的話 來更新變化我們喔 那神所捲血的人 只該被神自己所充滿盡透 還能夠成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喔 那 我們天然的肉體 我們的性情 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己 都需要出去喔 那 主耶穌 所以我們真是能夠 有一個心願 主啊我早晨起來 就要來到你化的面前 讓你的化再來更新變化我 能夠 能夠接受這樣的化的洗滌 使我們能夠 更新的 在每一天的裡面喔 能夠活基督 彰顯基督喔 那剛剛提到這個 這個 第二大典就講到 這個 神 神聖別的子民喔 需要脫去救人 穿上性能 過聖別的生活 那 我們怎麼樣 剛剛提到說 我們怎麼樣過聖別的生活呢 這個秘訣 就剛剛講到那個 蓋印的靈 主的化就是靈 就是生命 那 這個靈要藉著 不斷的塗抹在我們的裡面喔 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講的那個 好像油漆未乾一樣 一直塗抹一直塗抹 將神的元素 神的素質 神的內容 他生命的內容 耶穌的實際 映圖到我們的裡面來 那這樣的映圖呢 就叫我們被構成 成為這個 這個神的彰顯 成為神的複製 神的那個 這個銀本 銀印本喔 複製品 那我們願意把我們這一生 都交在主的恩手裡面 讓他更多在我們裡面 製作我們 那這個聖別生命的原則啊 哪是要脫去舊人 穿上新人喔 那 剛剛蒂翁所講的就是 要有三面的關係 就關於地的關係 關於 與神的關係 與神子民的關係 這個實在都需要 我們每一點每一點 在生活中來經歷操練的 我們願意把自己交到神的恩手裡 好叫神更多的構成在我們裡面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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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願這樣的話一再的提醒我們 我們需要過 這個神是聖別的 我們要過一種能夠 合乎神 他的性情的一種生活 可主更多的製作我們 叫我們能夠在江南永遠裡 都成為這個新業務上的一部分 好 感謝主 那我們這堂課就到這邊 那等一下呢 休息二十分鐘 所以我們等一下 請丟姊妹 我們四點五十五分 回到這個會場 四點五十五分 好 謝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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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